可是我覺得當全職媽媽這三年 真的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時候 但是一點都 就是發現幸福跟快樂不同時存在 你看你幸福但你不快樂 哇 這句話好深喔 對 就是真正就是 我好愛她 我好幸福 可是 頭髮還有麵條 哈囉 我當場韓謝妮 妳就是我 妳想說難得從花蓮來一次入行入行 是 因為我那車 車票也不便宜 好 今天是要聊呢 因為現在創一個大明星 變成一個全職媽媽 有一段時間了 這個職業訪台就在聊說 真的是媽媽到底好不好當 心滿母湯了 妳那個時候想說妳要自己帶嗎 我們從來沒有保姆 但全都我自己帶 妳問是什麼 因為花蓮比較難找保姆嗎 我不想花這錢 可是妳不會覺得 妳出去賺的錢 比請保姆划算很多嗎 因為那個時候 我看了一本書 它說一個孩子0到3歲 他會設定他人生一輩子的設定 都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覺得0到3歲 我一定要陪在他身邊 我覺得妳花錢請了保姆 可以幫妳顧小孩 可是這個東西妳是被剝奪了 其實妳是 妳失去的比妳得到還要多 我覺得 觀眾會等我 觀眾 妳們到底有沒有在等啊 有沒有在等啊 有在等妳 妳再加一 我回來了 可是我自己覺得 決定要留在花蓮生活 就是一個很酷的決定 因為其實妳大可能在台北 因為妳工作方便 然後相對資源可能也比較多 妳可以什麼幼稚園隨便選啊 因為我跟我現在都花蓮人 然後我們覺得在花蓮成長的過程很快樂 我覺得快樂的童年是妳一輩子都 妳一輩子的寶藏 然後我記得我是 其實原本是覺得是 預計說在花蓮台北工作 繼續在台北工作 然後我公婆跟我爸媽 他們都是花蓮人 所以他們常常就 六隻就上來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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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婆婆說 今天工作下班我就去喔 然後我婆婆很獨立 然後她就開車 然後她開車來 我怎麼算那個時間 她都晚太久了 她中間去幹嘛 韓炸蛋臭肉餅 可是 你還真準 她去羅東買鴨賞 阿少伯 對 因為她是 羊肉 沒有她在花蓮 她是去宜蘭 我說宜蘭買那個鴨子 真的假的啦 對 不是出車禍或什麼 不是出車禍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很慌 想說 天啊天啊 她到底怎麼了 結果後來她來 又帶了一尊鴨脖子 她真的去買 那個天才是個擔心的 因為我婆婆有的時候 又有浮龍蜂 浮龍蜂 而且她常常會沒接受 不解釀嗎 然後我就帶著小孩 其實我每天都在等她來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他們 為什麼我要讓他們來找我 我不是為什麼不不我去找他們 反正我的工作 反正 我的工作本來也就是飛來飛去 我在哪裡都沒差 阿我老公就更不用說了 他也沒什麼工作可言 他長老的身體不好就好 後期是這樣 他當時沒有生病 但是他那個時候也是在 我們真的是女主外男主內 他都是張老家裡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們兩個在哪裡有差嗎 我不一定一定要在台北 然後我們就決定 我想要離我爸媽近一點 我覺得他們看到小孩也開心 我看到他們也開心 小孩也開心 房子又不貴 那台北的房子就把他們賣掉 就很虛 哇 這個很勇敢 因為我覺得最辛苦的 應該是你每一次工作 都要先上台北 或是桃園再飛出去之類的 等一下是你要花最多時間嘛對不對 對 等一下我滿享受其中 我就說我真是一個很 就是 你讓我12個小時都在飛機上 或是火車上 我都可以睡爛的人 對 而且我可以在火車上 化妝喔 有嗎 我可以中睫毛這樣 對 我跟你講 就是加速度跟加速度對不對 這不是耳鋼嗎 等一下那個 我也可以這樣 再馬上中 然後這是你要算 這個加速度跟加速度 加速度等於0 種下去 然後有人摔個Z字形 對 就是這樣 轉彎的時候 轉彎的時候 跳起來 所以我跟你說那個 我那時候 後數姐的時候什麼 什麼一個move回來 好不紮紋 OK 會被撞到 會被撞到 OK 我今天被撞到 一個move回來 我真的是講真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在公車上 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 我那時候以前在 就是打工的時候 我也是在這邊畫 然後我就說 我只要跟著這個律動走 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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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生活 這就是生活 可是這樣 你說小孩 零到三歲 是最重要的時刻嗎 可是那個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 會覺得一點點覺得 哇 半夜又不好 好好睡覺 又要擠奶 然後又要顧他們哭 你會覺得 哇 自己怎麼全部都 實現的好玩者嗎 哇 真的要瘋掉 你真的覺得 單個全職媽媽 你什麼事情都沒做 但你一天也沒有 嗯 然後 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一股悲涼 就 你知道我現在都會做指甲 我為什麼要做指甲 其實我以前生小孩之前 我也沒做指甲 但是我就是現在 當我有一天 我發現我的指尖 在我們不到屎臭味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有這個自由 可以做指甲 我真的想要做指甲 我真的想要做指甲 這個是高興的 為什麼我現在想要做指甲 其實很難過 對 因為你每一天 而且我想說 我女明星 就是 你每一天你就是拔屎拔尿 然後 他可能就是下一秒幹嘛 然後 假設你現在 蹲下去撿飯 然後他就把那個麵這樣 撥在你頭上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很悲涼 對 然後你在 你在掃地 去採 那小朋友其實也不懂 他也不是真的 KL P 然後我就 真的是 就是那種落葉 嗯 嗯 很 對 會啦 會 可是我覺得 當全職媽媽這三年 真的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時候 但是 一點都 就是發現 幸福跟快樂不同時存在 你看你幸福但你不快樂 哇 哇這句話好深喔 對 就是真正就是 我好愛他 我好幸福 可是 頭髮還有麵條 那所以這段時間 怎麼熬過的啊 沒有辦法 真的他有沒有講 說媽媽 然後你就哇 他叫我了耶 我有天我老公 跟我說 我女兒說 爸爸 奶奶年紀很大了 奶奶老 老了 奶奶很快就死了 然後我老公說 對啊 所以我 人都會離開 你要珍惜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爸爸你不要死哦 沒有你活不下去 他就 好丟喔 爸爸怎麼回答啊 我說你有哭嗎 他說 我盡量不要讓自己 太醜 太醜了 他就這樣 這樣哭了 自己帶的是有 你覺得很多成就感 或是陪伴他們重要的時刻嗎 太多太多太多 就我們真的是放下一切 當然我覺得值得啦 可是我覺得 當然每一個人的經濟壓力跟狀況不一樣 是我自己放下這一切 我覺得很值得 妳沒有寫到一個百戰百勝的育兒經 這是妳自己發言的嗎 這是丹丹老師跟我說的 人的一生是這樣設定的 妳0到3個月的時候 妳要把他當成國王一樣的對待他 因為他剛來這個世界 他沒有安全感 但他沒穿衣服妳也要說好好看 好好看 沒有啦 就是說哇就是妳就是要 無微不至的呵護 他要哭妳就馬上就說 可是我在這邊 妳要什麼的 不要這時候就叫妳 三年先忍國王 前三個月的時候 對前三個月的時候把他當國王 然後三個月到三歲的時候把他當王子 我就是這樣接 妳來這個世界妳就是來玩 去享受這一切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父母都會說 愛啊以前我們不是這樣限制過來了 我們不是活得好好的 欸妳們沒有活得好好的 妳們一點都不開心 哇 還好敢講喔 對其實妳們都沒有 妳知道什麼是活得好好的嗎 就是妳當妳心裡沒有限制 妳覺得妳 妳是自由的 妳是非想的 那個才叫做活得好好的 可是他們覺得我還不是活過來 喔 如果妳只是為了活著 那妳就只是活著而已啊 嗯 妳不是在 妳是生存妳不是生活 這是兩件事情 是 然後三歲到他一輩子 妳都是他的朋友 嗯 對 那他們現在目前知道媽媽很恐怖這件事了嗎 呃 我媽 我女兒那一天跟我說 媽媽 我幼稚園的同學的媽媽都比妳漂亮 我好像在哪裡是我的名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在哪裡 我下次要去看看妝帶長怎樣 對 我想說 這是什麼話 比我全妝到喔 我後來發現她講錯了 她是說 她說 她應該講錯了 我就說 然後我說 忍著我想 剛才打小孩 我說 喔 那他們怎麼樣漂亮 然後她就說 因為妳是最漂亮 然後我就想 喔 她講錯了 她的意思應該是 都沒有妳漂亮 都沒有妳漂亮 差點就 沒了 哈哈哈哈 一開始前陣子 她有在看電視 她以為我是 真的是做法蘭 哈哈哈哈 她已經經過法蘭 說 媽媽妳在那邊工作 很漂亮 哈哈 哈哈哈哈 終於說 嘿 我說對喔 對喔 那妳要加強 哈哈 真的啦 所以妳要說 媽媽其實是在錄節目 我不是真的 我有跟她講 不過我女兒講過一句話 我有點 就說 媽媽妳不要上電視 妳上電視妳就不見了 她說妳進電視妳就消失了 那怎麼辦 我就說 我就說 妳知道嗎 媽媽有媽媽最喜歡做的事情 媽媽也很愛妳 可是媽媽有媽媽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平平有一天 找到平平喜歡做 媽媽一定支持妳 她就OK 然後她就說 那我要當歌手 哈哈哈哈 所以像小孩慢慢長大之後 妳應該有放下一些責任 或什麼吧 一開始 其實我有時候做事情太專注到 我會忘記 其實我要先把自己顧好 所以我書裡才說 妳什麼都做不好 沒關係要把自己顧好 可是我有一陣子 那時候其實我老公開完刀 然後小孩也生了 一切感覺都要比較好 那時候疫情都要在家裡 然後 我們兩個就是 怨對 就是討厭彼此 每天吵架 誰去樓下拿個 就是 幫我外送都要吵架 點個菜也要吵架 然後 就是覺得很不妙 我老公說 妳不要管 妳現在每天出去兩個小時 他叫我每天出去兩個小時 就很可能會確診 那個時候還沒那麼 不是那個時候 可是那妳呢 那小孩呢 他就 他就說 妳不要管 妳先把妳自己顧好 不要 如果你自己都顧不好 妳怎麼顧別人 這個時候應該你們家是 比一個黑色的籠罩 對啊 就是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小時 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坑 因為我老公也要出去兩個小時